阿们 感谢主 愿地用姊妹们喜乐 阿们 我是十七会所的王光义弟兄 阿们 我是我姊妹王晨佑安姊妹 阿们 阿们 我们是七月一号即将要到印度的德里 阿们 在那里同有份海外的开展 阿们 关于这个海外开展的心愿 请我姊妹先交通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觉得是主的怜悯 使我能有这样的奉献 阿们 其实从青少年的时候就听过 这个弟兄们在俄国开展的交通 那时候就有一点点的羡慕 觉得去海外开展非常的酷 但是也觉得主对我的带领是 借着训练中心 我有过两次在印度和德国的开展的机会 这两次的经历非常的不同 在印度呢 真的是非常荣耀又喜乐 那有许多的神机奇事 我就觉得主啊 我真的是太愿意再回到印度 然后与你配搭 与你同工 非常豪迈的把自己献给主 可是第二次到了德国呢 我觉得非常不一样 没有这种建立照会的机动感 然后也没有这个成串的果子 我们就是驱车 每天坐两三个小时的车 在那里牧养一个一个的新移民的家 然后那时候非常多的限制 因为我们都是用 除了英文之外 还有用Farsi 牧养 所以非常的困难 我就觉得主啊 这好像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 我就没有这么豪迈的 再把自己奉献给主了 觉得主啊这个真是不容易 但是在祷告中主觉得 主光照我是很狭窄的 我没有看见他权力广大的需要 我还是在自己宅小的天地里面 觉得主啊真是我是不够的 但是我还是有这一点点的心愿 我愿意继续跟随羔羊的角中 但是我实在也是很多的考虑和不敢 那就这样到了回到台湾 然后又跟弟兄结婚 然后当初我们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到海外去 但是我觉得主的带领很奇妙 没有在我还没有孩子的时候带我去 而是在现在有了一个孩子 好像有了一个产蕾 然后这个心智也不是很豪迈的时候 但是我觉得主仍然在呼召我 他们主对我说信而顺从 他们主是信心的创始者和陈忠哲 他的信心是一直传输到我里面的 所以在祷告中 我再次更新的奉献自己 脱离宅小的天地 脱离我对我女儿的关注 我需要把自己扩大 继续在印度把我的爱情给主 我自己海外开展的心愿是 10年的亲职特会 那年是我刚大学毕业 从北京回到台湾 那我在大陆总共有五年的时间 但是在那五年我并没有过正常的照会生活 那就是在那一次亲职特会的时候 看见有许多的见证人 就是这些参训过的迪勇姊妹 他们在海外或是全时间的服事 或是在职或是求学 他们就成为当地照会的住址和祝福 我就觉得里面受到一种的震撼还有吸引 我就在那时候就向主有一个简单的许愿 就是奉献给主说 如果有机会再到海外去 我也盼望像他们一样是受过成全的 能够在当地的照会能够成为这个进攻用的肢体 那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参训的心愿 海外开展的心愿的开始 那在16年有机会到尼泊尔配搭这个五周的开展 印象非常深刻 在有一次个人祷告的时候 这个主用约翰福音的四章35节 那里说到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 还有四个月吗 看啊我告诉你们 举目向前观看 庄稼已经发白 可以收割了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 主政是向我打开我的眼界 看见真是全地向着这一份的执事 向着主的恢复是敞开的 看见这新约的执事是得胜且荣耀的 我就觉得在那个祷告中 我就觉得看见主啊 我是何等的蒙怜悯 卑微的人能够有份于荣耀的托付 有份于这个神圣荣耀的工作 在那一次再更新的把将来海外开展 是能够以家的家庭的方式一同的出去 能够更新的奉献给主 当然所以后来回到台湾与姊妹结婚 也常为这件事 向主有祷告 之前也曾经投过这个海外开展的报名表 但是我觉得很感谢主 实在是在主的时间里面 成全我们 在以过的时候 常觉得海外开展就是把福音带到各地去 但是一次一次在这里受到弟兄们的成全加强 不仅是把这个高峰的真理能够带出去 更要把照会生活完全的恢复开展出去 我们在这里所学的 不行是在真理上 在生命上 侍奉上都能够带到我们所要去的地方 再来最后一个想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 也就是在这过程中如何学习对主有信 曾经这个一年级训练要到二年级的时候 我就向教师询问 其实我觉得我对主没有那么强的信心 能够继续奉献 然后继续受训练并且全时间服侍主 我觉得教师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 说到这个信就是基督 华一是在我们的心思里和魂里 我们需要一再的转向主 我们只要简单的享受主 一直的观看基督 主就将他自己传书注入到我们里面 信是自然而然的 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习这个秘诀 抓住每天真是要得着主的说话 得着主的显现 我觉得就像刚刚弟兄们所交通的 这是一个累积的过程 愿主真是得主我们在更新的奉献 不再看自己和外面的环境 想安的跟随主往前 愿主能够得出我们在印度德里的开诚 阿们